哼 哼 哼 哈 哈 哈 好,大家好,好久不见 这周跟各位继续来介绍一个基础的训练概念 哼哈二气 八级拳里面有所谓的哼哈二气 我们先前有介绍过马步弓锤 马步弓锤在八级拳里面 训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先前介绍是以身体协调为主 哼哈二气是配合 通常在五弹的系统里面 是配合这个弓马锤 就是马步弓锤的训练 发劲的训练 那在发劲的时候 有练哼气 是由胸腔发出来的声音 也有哈气 有甘甜的部位发声 那哼哈二气到底是在变什么 今天来跟各位做简单的解释 哼气 哼气是由胸腔发出的声音 那中国字里面 哼它已经是最接近的这个声音 其实哼气是要闭嘴的 哼 是由胸腔以闷 闷住这个气 哼 发出来的声音 那 哼气是以为手 它是防守 它是防守的训练 怎么说呢 比如说 我今天没有注意到 我在看这边 那有一个人快速冲过来 向我冲撞 那冲撞的时候 我身体会自然反应 会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身体里面 有一个自然的Defense Mechanism 它是一个防御的机制 当身体受到重击的时候 你全部的内脏 还有肌肉 同时间会紧缩 做这个防御的效果 哼气就是把这个防御的效果 配合外在 发劲 同时间训练 所以你在外在在练这个 外在发劲的时候 哼 哼 也去鼓当这个内脏 去做配合的训练 所以不是只有说 我们之前练的那个 coordination 全身的这个协调性 那哼哈二气的这个训练 就等于是内外的协调性 那哈劲 哈劲是一个主攻的声音 哼劲为手 哈劲为攻 哈劲比如说 我们在健身房 看到有人举很重的哑铃 他可能举了大概五十次一百次 最后他需要发声 他自然可能会发声 哇 这样子举起来 那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人体的自然反应 他会以发声内脏的配合 内部的配合外在的肌肉 去做这个 发力的一个动作 哈劲在这个 跆拳道 空手道 也常会看到他们会这种 哈 这样打 打拳的这个动作 那在巴劲群里面 哈劲是用丹田发力 哼劲是用胸腔发声 哈劲是用丹田 跟这个声乐 跟这个发声 这个是同样的方法 这也是丹田也是我们的气涵 所以在发劲的时候 训练我们 习惯是由丹田收紧 哈 发这个力 那也在同时间 配合外在的协调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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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突然间瞬间紧缩 内脏 配合 哈 这样发声 所以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内外的一个协调的训练 所以我们在练这个 弓马拳的时候 比如说练 30到50个慢的 慢摩 然后最后有20个收尾 10个哼气 10个哈气 做这个 做这个发劲 把这个 练出来这个 憋出来这个 慢摩的这个劲 再发劲把它 把它发出来 好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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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